主编的那个叶窝,外侧,好像长了一些废纸 看到那个岛外面,岛的外面放了好多石头 放了一串上的石头,做成岛礁 也就是说,在最大的岛的外侧,要提醒外星人 最大的岛的外侧,除了港口之外,其他要做点岛礁 如果不做岛礁的话,很容易人家上来独岛 就抢岛,独岛 因为他们就像大人船,大海船之类的 大人船,大海船,直接靠岸边就往上面爬 插了一段基地,他就没办法爬,只能按正常的轨迹 就来上岸正常轨迹 按正常轨迹 因为地球人是不讲轨迹的 地球人是不讲轨迹的 最后他会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来抢了 所以外星人要站在第一岛的外围 在第一岛的主编,外围 因为中间已经放在那些岛礁了 外围要做些岛礁 让那些船不能直接靠岸 如果直接靠岸的话,就像没有边境 就没有边境墙,就像拜登现在搞的那些 就没有边境墙,直接就涌进来了 但拜登是喜欢人家涌进来 我们是不喜欢人家随便藏进来 所以要在外面做些导教 这个是明白的,要做导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原来说从喜马拉雅山 有一根管子,有一根线,有一根铁丝 就是原来伸到岛的内侧 现在这么一排就伸到岛的外侧 伸到岛的外侧 伸到岛的外侧一个 然后被喜马拉雅挖下来的那些碎石之类的 就在外面做导教 在外面做导教 要做导教 要做一些导教,来保护这个导 保护这个导 保护这个导 就像人家住的防盗门防盗舱 至少要跟人家设置的难度 设置那些难度以后呢 人家就不会有的想偷 或者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偷的那种 看到那个有点难度他就走了 所以你沿着那个岛要做的导教 做的导教以后呢 那些船就扣不上去了 不能直接扣上去了 不能直接扣上去了 不能直接扣上去的话 能够对这个岛 祈祷保护中 祈祷保护中 说到这里的时刻 从那喜马拉雅上连下来的那种 就连到那个岛礁外围 在岛的外围做了一些岛礁 做了一些岛礁 做了一些岛礁 好 知道了 原来 外侧长得一排像废纸一样的东西 我还以为 以为是那个 当时的感觉是这样 感觉好像衣服穿多了 但也没多 你把这件衣服脱掉了以后 就感觉冷了 一脱了以后就冷了 穿了以后呢 那边好像热了 长了废纸 原来是提携 一穿那个岛礁 要在岛的外面做一些岛礁 礁石放在那边 这样的船就不会直接扣岸 扣岸就是人家直接爬上去了 把那个岛礁都抢上下来了 那你那个船扣不上去的时候呢 那个扣不上去的时候呢 那人家也不能 这么多的人一起从水里爬过去 而且那个很久 所以要外面要做岛礁 明白了 提醒这个词 知道了 再见 再见